大家好,我是洪水里的鱼 今天咱们聊一聊马岛 马岛其实是离阿根廷比较近的一个岛屿 但是人家属于,就目前看 英国认为是英国的 当年啊,82年的时候 其实是发生了一场战争 就是阿根廷和英国对于马岛的归属有不同看法 当时也是,马岛是英国人实际战友并宣誓有主权 而阿根廷一直就说 我家门口的,你为什么说是你的 你这是纯粹的殖民的意识 我要反对 并且呢,从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文献以及文章 各种说法当中认为 马岛就是阿根廷的 原本啊,这个公案就进行了好长时间 你要知道,这个南美洲对于西班牙的这种 早期啊,葡萄牙也好,西班牙也好 他们这种传统的,都是欧洲的这么一个认知 他们对于英国,英国他 怎么说呢,他虽然是欧洲离他比较近 但人家是游离于欧洲之外的 这是一个传统认知问题啊 至于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那么,最终呢,他们其实就吵了很长时间了 然后,有人说阿根廷的总统啊 是为了竞选也好,为了什么什么也好 那是之后说的 作为人家阿根廷的总统来说 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 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利益 那是一届总统,一届政府应该办的事情 所以呢,他就发起了 他就发起了进攻 突然之间派兵占领了马岛 将马岛上英国人占领的那个部队 当时是七十多个人 人很少,他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啊 就把这个七十多个人给俘虏了 这七十多人没办法啊 他投降啊 消息上到英国之后 当时的就是总统 他们的总,那个首相啊 首相是撒起了夫人 然后呢,当时还是伊丽莎白女王嘛 两个女人 就是非常强硬 你不要看他们两个女人啊 非常强硬 然后就开始通过这个国会 通过议会宣布要对阿克廷发动战争 当时啊 所以阿克廷来说 认为万里之遥 这个万里是一万公里以外啊 万里之遥 就是作为一个已经是 已经日落西山的这么一个岛国 应该没有能力对他发起进攻 当时呢 英国人有一艘航母 阿根廷也有一艘航母啊 并且呢 空军的力量在当年是差不了多少的 只不过是呢 英国人有一个就是 比世界都先进的东西 就是钥匙战斗机 在当时也是非常先进的啊 同时 英国人对于海军的发动能力 还是非常强大的 他们的航母其实根本没有做好准备 一声令下之后 先开船 非常有意思啊 他们是先开船 船开动 然后中途会合 各地的就是英国人各地的军舰 开始在某一个地方 边走 边集合 边走边集合 边走边演练 因为路途很遥远呀 他们也不敢贸然的马上过去 宣布组成远征这种特务舰队 和能马上发动战争是两回事情 他们用了一个漫长的时间 在海上的这种航行过程当中 进行了各种训练 并且啊 对船进行了改装 对一些货船 加装了这种甲板 甲板上呢 就放这种钥匙战斗机 作为一个临时的航母 说实话 当年对于这种 英国的这种作战方式 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我当时是一个高中生 高一的学生 看这个马岛战役的时候 就是八几年了啊 回看马岛战役的时候 感觉到匪夷所思 就觉得 我个天呐 人家怎么能这么打仗呢 所以我们来说 所以我们中国人来说 三大战役是吧 都是平面的 什么猛穿插巧迂回 是吧 这个坚守包围 然后聚而兼职 而这个马岛战役 是二战结束之后 唯一的一场 现代化的立体战争 其实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再打过 第二场立体战争 你不要看什么 打科索沃 那只是出动了空军 一部分的陆军 其实就是空军轰炸 伊拉克 那就没打成 那是一个半截子战争 就没打成 真正双方 又空军 又有海军 又有陆军的这种对抗 二战之后就一场 二战之后这一场 咱们和这个谁 咱们朝鲜战争 抗援朝也好 朝鲜战争也好 都没有达到立体的层面 唯独 唯独在 鹰阿 马岛战亦是二战结束之后 至今以来唯一的一场 现代化层面的立体战争 包括潜艇 全部出动了 那是一场全面的 全面的局部战争 这个话我觉得比较费劲啊 就是他们两个国家的人 两个国家的军队 集全国之力 在马岛进行了一场决战 但是这个决战的决战的规模 是局部战争的规模 我们虽然有航母 你注意啊 是航母 这个航空兵 军舰 潜艇 这个飞机啊也好 有坦克也好 陆战队也好 登岛战役 最后 当然我们都知道结果啊 结果肯定是阿根廷最后输了 输得比较惨啊 过程 咱一会都是耳熟能详 无非就是 海军烧市出动之后 阿根廷的海军烧市出动之后 突然发现 这场仗应该是打不赢 应该是打不赢 他们的东西其实还没有到位 发动战争的时机过早了 就是 他们从 这个 法国进口的超级军席战斗机 其实还有几架没有到位 包括他们的这个 就是飞鱼导弹 也是没有 没有完全到位的 如果都到位的话 他们发动一次 骑射 全部出动一次性 估计 英国人的就是航母就没有了 但是当时 真的 英国人的特魂舰队 濒临城下的时候 阿根廷人突然发现 自己的力量 其实是还不具备 和虽然是已经二流了 但是依然没有办法取胜的这么一个局面 然后他们就把自己的航母藏了起来 航母就没有再没有出动 只是呢 从航母上起飞飞机 经过空中加油 到马岛发生 就是展开突袭 当然了 他们通过各种办法 潜艇也好 这个飞机也好 双方啊 就是都驱逐舰沉没 英国人的是什么 谢菲尔德 谢菲尔德号 就是驱逐舰 被击沉 他结束了一个时代 马岛结束了一个时代 就是在马岛战争之前 世界各国都开始做一种叫铝合金式的一种 当然说不是就纯铝的啊 那种特别高级的一种铝 做的军舰 认为这种军舰又轻 又坚实 那么在飞鱼导弹的这个轰炸之下 铝着了 船壳啊 着了 很快就沉了 然后呢 有一艘他们自己做的 类似于准航母的 就是货船 放六艘六架钥匙战斗机 就是能在这个货船上起飞 他做特制的甲板嘛 被击沉 钥匙战斗机 连同人 带这个货船就全沉了 其实 那一仗 虽然最后阿根廷输了 但是 从物资以及人员的损失上 英国人其实一点便宜都不沾 他的船沉了好多 钱花的也非常多 因为他的设备更加先进一些 然后他花的钱更多一些 所以阿根廷这边来说呢 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那个岛啊 很有意思啊 那个岛 马岛 之前为什么英国人只放75个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你放多了没办法 长期的助手 距离遥远 你当地又支持不了 那只是个小岛 又支持不了庞大的入军 没那么多吃的你知道吧 这时候阿根廷的部队 就不知道谁 出了这么个馊主意 你说这个马岛比较远 然后我们要占领这个岛 人少了呢 打不过人家英国人 就多派人去吧 就派了两千人好像是 你要知道从几十个人 养几十个的一个岛 突然变成了两千人 这个岛根本就养不起这么多人 然后呢 从后方往过运 挤养 弹药也好 吃了也好 冬天的被俘也好 根本就运不上去 虽然说马岛离阿根廷很近 离英国很远 只是相对于英国的 那个距离来说很远 它有多远呢 就好像咱们大陆 咱们的海南岛到黄岩岛的那个距离 甚至比黄岩岛还远 然后呢 发生战争之后 空军 空军啊 就是只能 他的飞机在当年 他的续航能力很差 飞机飞到马岛上空 也就待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 必须走 不走 回不去 自个儿掉海里了 油没了 还并且呢 好多飞机到了那之后 都不敢扔付油箱 付油箱一扔 您就回不来了 航程太短啊 而英国人没这个问题 因为英国人带了一艘航母去了 他的钥匙战斗机 虽然航程也不远 但是人家守着航空母舰 人家是无所谓的 阿根廷人呢 丧失了制海权 在战争初期 由于他的 巡洋舰 他的驱逐舰 被人家英国人打沉之后 阿根廷人的海军失去了这种作战的决心 就开始消极臂战 他消极臂战不要紧 就造成了制海权的丧失 然后岛呢 又离本土太过于遥远 飞机过去之后 只能有短时间的五分钟的制空权 或者五分钟的战斗权 也就是说 这么一个巫悬的马岛 制海权没有了 制空权保证不了 这时候 岛上的两千人 就陷入了一个什么 不用打 他们就会饿死的这么一个 一个窘境 粮草断绝呀 没有援兵啊 虽然打得很热闹啊 就是整个靠谁打 整个靠安倍内的空军打 但是我刚才反复强调啊 就是阿根廷的空军到马岛上空的时候 只有五分钟的作战时间 人家只要避开他 他就得回去 五分钟 你算算有多长时间 很短的 迎战 我认为都是给他面子 所以说 最终 很快啊 就是 驻马岛的 这个阿根廷的军队 陆军啊 那个司令官 当时是做了一个政治演讲 然后命令 马岛的守军放下武器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只好投降 其实这个武器一放下 这个战争就结束了 为什么呀 对于马岛的实际战友已经结束了 空军呢 把能扔的炸弹全扔过来了 把库存的炸弹都扔过来了 阿根廷其实根本就没有做好一场战争的准备 他只是认为英国人不会绕半个地球 来过来跟他作战 没想到英国人有这个决心 其实啊 这场仗 虽然阿根廷输了 但是也打断了英国人的脊梁 从此以后 英国人再也不能 再也没有能力 再组成一支特困舰队 进行远征 他已经没有那个经济能力了 也没有那个海军的能力 船也没有了 那个马岛战役之后 就把航母卖了 当废铁的给卖了 我不知道人家英国人到底出于什么目的 反正人家把这个航母给卖了 当废铁给卖了 然后就就就就解散了 就没有了 之后一直到我看也就是前几年 你看英国人才开始搞这个什么 伊丽莎白女王号是吧 他搞了两艘航母 我们也知道他的航母动不动 还漏水啊 放F35B 是F35C啊 F35B吧 这就是形象那种 还给掉到海里去 掉到地中海里去 从此以后 他再也没有能力发动一场远征 那是最后一次 二战之后最后一次 英国人向世界宣告 英国人的这种远征能力 从此以后再没有那个能力了 没有了 虽然打得非常漂亮啊 就是我们从外航人看的时候 从纯军事角度 英国人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立体战争 作为阿根廷来说 输的是理所当然 空军他不行 经济实力也没有 武器装备他就没有扣 他就没有库存 还没怎么打 你知道他派什么飞机去轰炸马岛 他派的不是轰炸马岛 就轰炸这个美 就是英国人的军舰 他派的运输机 然后运输机飞过去之后 把那后舱盖打开 就跟扔那个空头食品一样 把那个炸弹扔下去 扔下去之后 还真有就扔到人家军舰上的东西啊 那个我也不知道 当时那仗打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其实到现在都看不明白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他们从运输机上扔下去的炸弹 还真的就扔到了英国人的军舰上 就匪夷所思 为什么我一直说匪夷所思 最原始的运输机 根本就没有能力飞过去 飞过去之后呢 也没有让英国军舰的防空力量给击落 也没有让英国人的航空母舰上的钥匙战斗机 把它击落 它就真的飞到军舰上面把炸弹扔了下去 炸弹呢 是二战时候那种 就是四五年二战结束 八十年将近四十年 库存四十年的炸弹 从飞舰扔起来 还真的就砸到了人家甲板上 还砸穿了 把甲板砸穿了 没炸 为什么 隐信坏了 库存时间太长 隐信坏了 那个炸弹就炸不了 它就是一朵铁 其实它真是一坨铁 还说不定还能多炸穿几层 保不齐还漏了给它 它是里边还有炸药 还真没那么沉 就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好像两个菜鸡在护着一样 都不知道御书记怎么能飞到人家军舰上空 也不知道怎么扔下去 还真就砸着了 还没炸它 当年啊 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 我对阿根廷的感情都是倾向于阿根廷的 为什么 谁打了咱们的大骨口 都记着呢 虽然说历史是历史 感情是感情 但是我们知道阿根廷人从来没有欺负过我们 所以我从感情来讲 我是支持阿根廷的 可是呢 你看那仗打的就是让你 虽然说阿根廷人很牛 很英勇啊 包括现在我们还有看当年的一些视频 阿根廷人开的小飞机 赴油箱快赶上飞机大了 它飞机特别小啊 好不容易飞过来五分钟 扔个炸弹 然后转身就走 根本就不敢呆 两三分钟 就是扔一个炸弹 转了就走 能不能扔中 都是一个两可的事 可是很有意思 这飞机过来之后扔完炸弹就走 有可能炸中 有可能炸不中 但是它能飞回去 也就是说 英国的特管舰队的防空力量 其实是不行的 它即便是面对一个 孱弱的阿根廷空军 它依然做不到自己 舰队航 就是防空的 完就是完备性 它的防空 舰队防空其实是 它的舰队舰队制空权 其实是没有的 不然的话 它的什么 谢菲尔德亲王号 驱逐舰是不会 让人家阿根廷号 阿根廷的空军 给它击沉的 就是说 不要以为某某某很牛 即使是当年帝国的余晖 还有的时候 它连一个阿根廷 大阿根廷也是损失惨重 如果说 我是说如果 如果当年 如果阿根廷晚那么几个月 发动战争 恐怕战争的结局 是另外一个样子 如果 他们不会贸然 派两千人去 占一个小岛 也不会 由于 空军和海军的这种 无休止的争斗 最后造成了 驻军饿肚子 那真的是饿肚子 真的没饭吃 两千人没饭吃 那不是一个小事情 饥寒交迫 内无粮草 外无援兵 只好投降 你知道其实没打什么 没打什么样子 没怎么打 他们就投降了 就是饿的 没吃的了 这个 就是双方都有错误啊 当然阿根廷的错误更大 阿根廷嘛 好像 就没怎么打过仗 没有什么经验啊 空有一箱热血 不知道该怎么抛洒 不会抛洒 结果就把自己抛洒的去掉了 玩完了 从感情上讲 觉得阿根廷 比较搞笑啊 虽然非常英语 但是还是不会打仗 人家英国人 在这场战争当中 还是可圈可点 当然如果你细读下来 发现他 也就是说结果上不错 过程也是 也是漏洞百出啊 从此以后 英国人再没有能力 再进行一场像样的远征 没有了 他只能跟随在美国人后边 摇旗呐喊 做一个小弟 做一个小弟 做一个普从军 去参加一些 比如说科索沃也好 叙利亚也好 伊拉克也好 他只能跟在后边 派一个小船 不能大 小船去冲个树 他已经不能在 独立的 在搞什么 搞什么 搞一个像样的 就是军事行动 其实已经不行了 你看这次他们 说是向某一个国家 派特战队员 才派了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够干什么的 抓兔子 我觉得还行 你要说真的靠他 发生一场战争 是不可能的 当然说阿根廷 从82年的 马岛战役之后 注意 马岛是个战役 唯一的一场 立体战争了 比战役的级别 可能还高一些 从那以后 阿根廷的军事力量 就没有什么值得变化 尤其空军 尤其是空军 空军据说 从82年到现在 没有进行过一次 没有买过一架新飞机 那场战争 是英国人被打断了几辆 阿根廷的空军 海军从此以后 一蹶不振 也就是说 阿根廷的军事力量 完全完全的停止发育了 时至今日 关于这个 阿根廷这个 这个英阿 之间的马岛 会不会还发生一些事情 从感情上讲啊 我们这些年 可能也不按什么 对于咱们来说 也不是特别友好 但是呢 我觉得 和平 还是很宝贵的 互惠互利嘛 这是 咱们中国人 一直讲就 互惠互利 对于英国人 和阿根廷的 之间的一些纷争 我想 阿根廷的空军啊 实在是过于 产弱 就没有发 就没有发展 会不会有些军构 我不清楚 但是 阿根廷人 阿根廷人 虽然说打仗不怎么的 但是血性还是有的 尤其现在 打仗靠的什么 经济 还靠什么 技术装备嘛 不是靠人去堆 是靠技术装备 是往上 人其实是操纵装备 举行战争的 我想如果人家阿根廷 有了新的技术装备 就现在 人家估计 还会有力量 有决心 再发起一场 关于马岛的归属 你的争论 我说的是争论哦 毕竟 这是一个和平年代嘛 不能动不动 就打打杀杀 还是要讲人情事故 对吧 好 这次我们就先聊到这 再见